栗子南瓜沙拉 好像集慧的手法喔 對 我不太會這樣 超有 超有 嘿嘿嘿 試吃的部分 對 欸 部分 歡迎收看每個禮拜六 這樣吃最舒服單元 我是Jerry昆皇 今天呢 要教各位做的這一道呢 是一道沙拉 記得 呃 之前呢 我在我的本傳上面呢 有放我的這個 一道菜 叫做香草 栗子南瓜沙拉 哇 好 聽起來就很威 我們就進入我們 料理的部分 好這邊呢 我們先準備我們的中溫油 我們蒸過的栗子南瓜 你有時候在超市呢 可能買掉黃皮的 或者是綠皮的 都可以 那今天呢 我們讓我們要吃的南瓜 細緻一點 那我們就去皮 那其實南瓜的皮呢 營養成分也很高 所以你可以連帶著一起吃也可以 那現在呢 我們先把蒸好的南瓜 先再炸過 那這個南瓜啊 它蒸透了 它是綿密的 那為什麼我們要再炸過 炸過之後 外皮 它會把它再裹起來 就整個口感會比較Q彈 所以我們在波動的時候 輕輕的 等我們看到了浮上來的水泡啊 它慢慢的減少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南瓜撈出來 哇哦 來這邊有沒有 看起來就是 金黃了有沒有 超水的 超好吃的感覺 再來呢 我們就下我們的地瓜 師傅我請問你一下 它不想用那麼多油 它無疊 淺油也可以啊 對 用煎炸這樣 煎炸 嘿嘿嘿嘿 可以啦可以啦 哇水哦 好現在我們再把它裝起來 再下我們的蜜粒子 Green Cheese OK 我們奶油記得叫Green Cheese Cream 喔Cream Cheese Cream 哈哈哈哈 來 這邊 哈哈哈哈 不知道為什麼要下 Cream 好 那這邊啊 我們一樣調 調一個醬汁 蜂蜜 對 兩滴的香草精 好 那我們把它放均勻 那我們要調整一下它的稠度 沙拉醬就調好了 這個時候我們就把它倒進來 我們在拌沙拉的時候啊 好 我們盡量 油外 往內 好 喔唷唷唷 欸 Good啦 哈哈哈哈 好像集會的手法喔 翻拌這樣 對對對 不太會這樣 這時候就會有不允許 嘿嘿嘿 把它拌好之後 我們就把它上盤 好 那今天就完成了我們這一道 香草栗子南瓜沙拉 欸 有 有要請人來試吃嗎 就是試吃的部分 對 然後你去往遠的地方看一下 哈哈哈哈 部分 欸 溫的 欸 蠻好吃的欸 那我覺得 雞肉搭配的很好 如果你真的愛吃蔬食的話 這個 口感 香氣 味道 都有到位 這講話比較來亂的 好 果然是真的廚師好不好 那我們 這樣吃 最舒服 成功 耶 嘿嘿嘿 世界好吃的 耶 真的好久哦 真的好吃 這副眼鏡有沒有夏天的感覺 有 有 很搭 很搭 欸 可是這樣戴上去 真的其實看不出來是什麼 我第一次有吃的時候 就是第一罐 我覺得說這南瓜怎麼甜啊 哦 他想說 真的是靠味覺 對